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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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東北朝向的三房 今天是陰天啊 所以它這個光線相對來說 沒有平時這麼好啊 那它這個東北朝向呢 現在是陽台看出去 這個時候正北有一個朝向 然後這邊是朝東 那它在這個角這裡呢 都是 整體來說是比較安靜的 旁邊全部都是別墅 然後陽台上會有這個電源的插座 然後有這個 自來水 然後也有空巢的主機也在這裡 這是客廳 客廳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大啊 這個就是交房的標準 有配這個微波爐 洗碗機 烤箱 都是米樂的 德國的米樂品牌 然後抽油煙機都是外排的 這是比較符合中國人的做菜的習慣 如果油煙大的話 那客廳基本上是這麼一個情況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握室的情況 另外可以看到這邊的這個空條是可以 控制就是客廳和這個握室是可以分開控制這個空條的 然後這裡呢也有電源插座 這可以做一個很小的一個擺一張小桌子 這是它的這個其中一個衛浴啊 然後這個是它的這個乾衣機也是附贈的 然後這裡需要再買一台鞋機啊 然後這是它的其中一個客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那個網絡 NBN的那個網絡 客戶也可以看到陽台的這個樹啊 東北朝向來在澳洲來說 一般都是最好的一個朝向 這個是另外一個客戶 這個感覺還是相對比較舒適啊 然後每一間握室都是有空調的 這裡有一個空間可以再做一個櫃子 好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是朝東的 我們來看一下 主人房的這個玻璃更大一些 採光更好一些 OK 然後這個主人房的話呢 它是帶有自己的獨立的這個 Onsweet這個獨立的衛浴啊 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情況 好的 好的接下來我們看一下213啊 它跟剛才那個414是同一樣的 都是東北朝向的三房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213呢 它是這個開發商做了一個展廳啊 先給大家看不開燈的情況吧 這個是東北朝向的房子 這個是朝北的客戶 這個是朝北的客戶 朝北的另外一個客戶 然後這邊是朝東的主戶 這是沒有開燈的情況下啊 然後我去開一下燈 那現在我把所有的燈都打開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擺了家具之後 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啊 因為現在是早上而且是陰天 所以朝北 剛才大家也看到這個 光線並不算是特別的這個亮 但是呢 這個主卧它因為它朝東啊 所以它的 光線還是非常好的 這個是開了燈的情況 其實跟 這個是沒開燈的情況 開了燈其實差不多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因為它朝東 所以它還是 就是即便是陰天 它還是挺亮的 這個就是主卧帶的那個洗手間 和浴室 然後剛才忘了說的就是 它全部都是這種 木紋瓷磚的地板 然後臥室呢 就全部都是地毯 然後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儲房旁邊的一個櫃子 是一個儲物的空間 然後這個家電的配套情況是一樣的 這個是它的微波爐烤箱 還有它的洗碗機 然後這個是冰箱的位置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這兩套三房的戶型完全一樣 都是東北朝向 也很安靜 然後 三房兩個衛浴 帶一個車位的 整體的價格來說呢 原來開發商的定價比較高 大概是130多萬 那目前呢 開發商做了很大的一個價格折扣 應該都可以做到120萬以下的價格 具體要什麼價格 讓客戶可以 再下了訂金之後 再跟開發商去溝通 看一下這個Apping項目的外觀 那它這個是它朝西的一個方向 那這個項目呢 就是往這個方向走到Apping火車站 大概是走六到七分鐘 就是往這條街往前走 然後在拐左就可以到達Apping火車站 然後這個項目 離這個Apping的小學也非常近啊 大概走個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那個Apping的小學